我出生在泉州永春的一个山村里面 后来到了城里面工作和生活 我就是城市化的大浪潮里面的一个经历者 这些被荒废掉的村子 经拍了五年 2010年的偶然的机会下面就辞职了 来完成自己的摄影 刘延它是拍城市化的过程中 整个村子都被村民放弃的一个项目 最早是拍了浙江州山边上的一个盛世列岛里面的枸杞岛 这个村子有105栋房子 95年就是完全放废了 到现在所有的房子都被爬山湖爬满 那张是在广东的登边村 这个村子在80年代 很多人就移民到海外去了 或者往城市里面走了 所以一些龙树就把整个房子包起来 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此消彼长 人进自然可能它退一点点 人退自然就马上把它回收回去 基本上每个荒村我都会记录它的近村的路 因为近村的路就是它被荒弃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像荷兰的丰门村在太行山的深处 路已经都完全被冲毁了 光步行的时间花了八小时半 有一些村子里面会有一两个老人留着 其中的一个老人是 他在山上还有一些龙作物还没收成 还有一个是因为城市生活他是没法适应的 他又搬回来了 全部都选择在夏天拍摄 夏天是相对比较少情感映射的一个季节 我就用这样的一个色彩方式还原一种比较平静的情绪 14年的时候正好杭州的萧山有一个大的拆迁 那次是拆了1043栋房子 村民们离开这个老的家之前拍一个家庭合影 就找到机会了 开始拍《堂前间》和《遗物》 《堂前间》它是农村的建筑里面 一楼的那个空间 有一些人情往来 都是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完成的 非常温情 有在那边贴很多的奖状 像亲人们说我的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 还有贴了红双席 说这个结婚了 然后这个红双席从来都不失掉 他们拆掉这个时刻是在我们农村人进城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遗物是对以往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追溯 那这个池塘是农村妇女早上起来洗衣服 洗菜 桃米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农村生活里面 家庭妇女在交换信息 家长离短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比较想不明白的 他为什么要遗弃他的家庭相册 以往的情感的承载的一个重要的物证 这个遗弃的 茶几晚在农村的时候 经常家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聚会 但是到了城市里面就越来越少了 他其实也是从这种社会关系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记录 我走了浙江 福建 广东 山西 荷兰 河北 还有北京 走了四十几个村子 还需要花五六年时间吧 希望能够把整个中国都走一遍 给后面的人留下一份比较完整的试解档案 啊 不得到 是 好 好 好 我们下回来